好,我们大家两者的佛长 两者的佛长 愿心观想 我们在佛前 与大众们一同 自诚恳切,称念佛名 顺佛的本愿 求生极乐 那听上说呢 若一日是七日,一心不乱 临命忠实,阿弥陀佛,借一如往生 四十八院中第四十八院说 十方众生,欲生我国,至心性一样 乃的神经都不生,这就是更绝 所以十方众生,欲生我国,至心性一样 那个是至心 这至心就是这个至 至就是极致 就是所谓的一心 一心不乱 至心信仰 对我们,对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生起这个信息 来一起耗耀 那么,乃至十年若不生,就不去证据 若称念佛名 称念佛名,那么呢 来表现 并且来提醒 这个是什么呢 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至心信仰 这是称念佛名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打佛一起就称念佛名 称念佛名,每一个称念佛名 都是智的心信仰 那么,我们说智 智是这个极致的 极致的 坚固的 唯一的 的意念 没有恶心 乃至于在时间上 用不动摇 就所谓的坚固不动 那么,这就是一心不乱的 观念 是这样 那么,智心信仰 为什么我们能够智心信仰 我们三个世界的苦 我们要观察到 他的苦 那苦有什么?一般时间的苦 一般时间就现在我们这个时候 从出生一直到往生前 那这些苦 生老病死 忧悲苦 生老病死 那么 嗯 的苦 还有求得 愿正会 爱违离 五音赤胜 这样子的苦 那这些苦呢 总说呢 都是自己的 习气业障 所召感 大家都是这样的习气业障 所以我们 共同召感成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业感所召感 那我们来投胎到这里 那么就是 顺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八苦的内部 那么习气所生 所以他本质上不会有快乐的存在 因为即使有的是很短暂 而且也是 也是以这个习气的满足 更增长习气 作为条件 这条件你认识可能 你之所以会快乐 就吃这个毒药 吃了之后就会快乐 结果人毒瘾越重 所以他的愣 其实也是增长 增长这个习性 那么他的苦 让你造业 让你痛不欲生 而且不能够正义佛法 所以无论是苦乐 对我们的都是伤害 所以了知这样 我们知道沙佛真的是 叶甘所造不可久留 那但是呢 所以叶甘的蒙蔽 的一个限制 我们离不开 只有藏佛本愿 才能够在这种茫茫的叶甘 叶海当中 我们拉到这种本愿的线 被他拉上来 所以说光藏佛的智力 难以这样做 那么 唯一藏佛力 你也可以把极致的讲说 我自己的力量很有限 我全藏佛力 当然有时候也可以讲成这样 但最终 我们还是得要验尼 验尼说佛 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该做 行求极乐 这是我们自己该做 再怎么样佛力的究竟 因为我们自己不厌尼 不心求佛力再大 他还不是半度将要把你 变成极乐世界的众生 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责任 所以再怎么说 这就是 自他二利的和合 我们现在 来到佛前呢 与大众正在共心 自他二利的和合 我们意念弥陀佛的本愿 相信弥陀佛的 救法之力 真实不虚 我们就是他利 但我们仍然要懂得 厌尼一双婆心求极乐 我们仍然要懂得 听闻教理 增长信念心 那么这就是自力的部分 你也是少不了 那么自他二利的和合 是一个比较重庸的一个态度 我们现在正在佛前 与大众听闻 与大众比拜 真心求爱唱果 那么发愿求生极乐 这是我们佛妻的目的 也是刚开始我们拜佛下手 要观想的 我们大众诸善之事 一同运转舌根 称念佛名 求爱唱为 增长果的信念性 这样的增长 从心而发 从声音而出 从耳根而入 那么呢 以身体的以拜 作为加强的因缘 以鼻秀共佛之相 来展现我们内心里头的 恭敬和坚定的祈求之心 那么呢 舌根运转 那么 身座礼拜 眼呢 不看世间杂物 端看我们眼前的清净的谈矣 可以说是眼耳鼻舌身矣 都射受在同一个 厌灵烧和心全极乐的意念上 如是 与大众一同 村面佛名 身座奉敬礼拜 心则万元放下 念念提及 正面求生 正面求生极乐 忏悔过去 种种业障的心 比 正面求共佛之相 如是 外缘放下 六根堵塞 心愿提及 正念求生 念 听 的 愿者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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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